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新字 康乃新的新 新字的国语注音是 新的本意是 香气四溢可以传播得很远 也可以当作各种芳香的通称 还有 芯不但指本身所发出来的香味 而且还有使别的东西芳香的意思 因此引申出很多的用法 如芯意 就是说香气异常 芯烈喉是兰花的别称 而新香导助是比喻很虔诚的祷告和祝福 但是康乃新则是花明 是从英文的Connation音译过来的 译得很美又传神 尤其是用来代表祖女向母亲致敬的花朵 更是意味深长 康乃新原产于欧洲又名荷兰石竹 是多年生的草本花 每逢母亲节来临的时候 母亲还健在的配红色的康乃新 母亲已经过世的则配白色的康乃新 这是发扬孝道的良好奉俗 每年政府和民间都大力提倡 心又精一生心 心字古人当作语著词来用 来加强语气 明心就是如此或这样的意思 如晋书的《王眼传》当中有 何物老玉生死明心儿 这是说这个老太婆竟然生了 这样可爱的小孩子 所以明心儿直到现在 还拿她来赞美别人的孩子 不过以前多习惯念成明信儿 其中的信是吸引信四生信 汉心字字形相似的是这个庆字 国语注音是 吸引庆四生庆 庆就是咳嗽 小声咳叫做庆 大声咳叫做开 所以庆开就是咳嗽的样子 但是也可以秉身为谈笑的声音 最后要说明的是 心这个字 虽然可以当作芳香的通称 但是不能够念成香的音 如康乃心 是不能够念成康乃香的 而庆就是咳嗽 却不念成开 如庆开 是不可以念成开开的 在读汉念的时候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次节目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